一枚安利奖章的意义 一次在西雅图举办的安利大会中 理查向新朋友们介绍了安利事业计划和奖励制度 会后,一位女士找到理查 她说,理查先生,我一定要努力得到那枚奖章 得到您给我的尊重 面对这样的宣言,理查先生认真温和地说 女士,我现在就很尊重您 这份尊重不是来自于您所佩戴的奖章 而是来自于您做人做事的真诚付出 理查先生用这句话说明了安利奖章的意义 在安利,奖章不代表身份和地位 而是记录每一个安利人的种种付出和努力 你的每一次付出,每一个成长,每一份收获 都是理查先生所说 做人做事的真诚付出 都值得尊重和嘉奖 那一枚每闪耀的奖章 是对过去的见证 也是激励未来的动力 用一枚奖章肯定你在安利事业里的不断成长 这就是安利奖章的意义 也是安利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